好 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知 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 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问题 也会跟大家来聊一档基金啦 这档基金是因为很多人都会喜欢投资新兴欧洲啦 总之呢今天就是要好好的来上课了 今天有政治的问题 有经济的问题 还有投资的议题啦 好 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南台科技大学财经系的教授 朱月中 朱老师 朱老师好 玉帆姐及全国观众 听众大家好 先跟大家拜个早年 下次见面就是年后很久很久了 祝大家新的一年 真的是一切顺利平安最重要 你这样说语重心长 就事情这么多 是啊 好像刚刚玉帆姐开场要讲说 我们今天要介绍 我本来以为说今天要介绍 火星跟木星这两个地方 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 对台湾人感觉不是跟火星木星 没两样了吗 对不对 尤其是乌克兰 俄罗斯还有点概念 乌克兰真的是几乎没有概念 不要忘了这一波 你这乌克兰美女没有概念啊 你不能本家定位就是美女 人家这个国家还有一定的实力的 我们后面再仔细跟他讲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还有另外一个国家 叫哈萨克 那个国家其实实力更坚强 结果这一波哈萨克的事情 暂时冷下来 可是不要忘了 哈萨克其实是另外一个 未爆弹 所以这都是国际情势的问题 我们这个后面再跟大家谈 今天我们还是先聚焦 就是整个新兴欧洲跟中亚地区的一些问题 因为过去其实大家对新兴欧洲的投资 其实还蛮有兴趣的 可是后来有一段时间就冷下 但是如果就以去年的基金基效来说 其实新兴欧洲非常非常的好 为什么因为有俄罗斯 那为什么有俄罗斯好 有油 对标准答案 因为石油的关系 可是你看到今年到目前为止 油价还在继续涨 你看到这个波伦特研究 这个昨天已经破90美金了 还在继续涨的情况之下 可是今年新兴欧洲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弱 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战乱 甚至乌克兰的股市从去年底就停市到现在 都没有再交易了 所以这都是我们要去注意到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讲这档新兴欧洲基金 那我们还是赵立兄从这个指数来看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指数 基本上是新兴欧洲指数 这没有什么特别 可是后面多一个施斜线事实 对这是什么意思 那这其实是在欧盟地区 他们对金融机构的一些管制措施 但这事实是针对基金公司的基金的配置 那前面的10代表我这档基金里面的每一个配置 最多比重不能超过全部的规模的10% 那后面的事实是指的是 我超过5%的这些标定呢 加总起来不能超过40 好换句话说就是希望你这基金你要去分散 你不能仅投资在特定的标定 我们比较具体来说 像我们台积电好了 台积电如果我们在台股来说 台积电占的权重大概有20% 如果用台湾50来说的话 光影党台积电权重将近50% 那如果以这样子的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他就违反了这个规定 因为我们刚刚说嘛 前面的10代表不能超过10%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先把台股的指数 或是台湾50的指数呢 套上这个部分之后呢 就告诉你台积电你再怎么重要 你最多就是只能占10% 好大概就是这样意思 所以后面的事实就是 其他其次的权重在5%以上的 你全部加起来不能超过40% 好所以简单说就是不能让你偏重在特定的标定 好所以这是我们先去了解到 这一档基金的这个比较特别的指数 其实在欧洲地区的投资 用到这样的指数其实是蛮多的 因为以金融市场的这个监理来说的话 以先进国家来说 欧洲确实是最严格的 好那其实不止啊我都觉得不管是食品啊 医药啊什么 但你想得到的欧洲的规范都是 大概都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有 好像是食品也是最严格的 对所以说你看到我们常常有什么厂商都说 哇你看我有通过欧规耶 通过美规日规其实一点都不稀奇 那个尤其是通过美规其实很简单 可是你要通过欧规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 不管是食衣住行预乐任何一个领域都一样 你要符合欧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好这题外话我们不多说 来所以回到我们这档基金的投资 我们先看到他的投资策略的部分 哇你看他告诉你他会投资哪里 欧洲中部东部包含前苏联地区 地中海新兴市场 你发现我们就必须先了解问题 到底哪里叫新兴欧洲 我们概念上的新兴欧洲是什么地方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新兴欧洲跟东欧有什么差别 其实就基金来说我们常常把新兴欧洲跟东欧 好像画上等号 对画上等号 可是实际上真的还是有一点差别 好那什么样的差别呢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回归到这个指数的配置来看 好我们刚讲到这个 MCI的这个指数里面呢 它实际上的配置的国家别 好 练过地理的或是你手头上有地图的 你现在赶快拿出来看 概念上是新兴欧洲一大堆 好我们现在先上地理课 好 简单来说我们说的所谓的东欧呢 其实就是德国与东 我这不是地理上哦 不是地理上哦 好是德国与东 但是费用在转圆圈的叫我们 哦没有 还没有我想说期望怎么再转圆圈 应该还没到 好来 德国与东 在基金投资里面 德国与东就叫东欧 可是真正的地理位置里面 德国不是欧洲的中部 所以这就有差别 所以我们这边就会一个比较容易搞混的 就是你可能学过地理上 告诉你说 欧洲的地理中心应该是捷克 好那当然现在有其他国家跳出来说 没有没有不是捷克 好不管 反正基本上就是这样 稍微在右边一点点 是欧洲的中心 可是我跟你讲 好就基金投资 德国与东都在多叫东欧了 好就不要去讲地理上怎么样了 好 好可是东欧 是光前苏联的国家就一大关 对 好尤其那些我们英文姐长教的 那个名字很难理 很多个字的 基本上都是 都是这一区啊 好这次真的在转圆圈了 这上比较长 我们要休息一下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好厉害啊 因为我现在看到好几个影子 这个玻璃反光 对对它会有很多的影子 它会反光 所以有时候 欸小生 所以整个其实以新兴欧洲里面 MSCI的定义只有六个国家 只有六个国家 还好我是有走过 七个有七个 你应该有这个嘛 你看到这边有个地理区分 然后它是不是有两个颜色 嗯 紫色的那一个就是指数的部分 就是我们用现在看的这个指数 波兰 欸我有走过欸 波兰 对啊 因为你们姐 你有去过俄罗斯那一带嘛 对 捷克 我有走过那一段 嗯 现在好像是 在立陶宛还是谁 跳出来说 他们才是欧洲的中心 好像是 然后后来就有经过重测 然后就有认证说 欸因为以前都说是捷克 嗯 那后来好像是 我记得好 反正就是 波兰 三小国中的其中一个 说他们认证是欧洲中心 英文姐过年会出门吗 不会 对啊 不会 唉 我真的 你也不用回两家 因为你家家那么近 有了我妈说跟我说 随时都可以回去吃 对啊 对啊 他跟你老白住 你就回家 说好了好了好了 对啊 像我太太 很早就跟他 跟他妈妈说 就不回去了 哦 不回去啊 因为他们是 桃园中立 哇 唉 很紧张的地方 是他妈怕他 还是他怕他妈 怕自己怕都怕 基本上都觉得 啊 反正他也是很常回去 回去那么近 嗯 那像我大哥大嫂也是一样 本来都已经要决定要回去了 他们要回高雄 嗯 高雄现在也是状况不太好 对啊 对啊 所以 他们也是啊 他老婆陆族人 哦 没有错 立陶宛 立陶宛啊 对 现在欧洲地理中心 重新认证 有人好乖 有人真的摊开地图了 哈哈 就我 学校的时候都没学到 没学好 没有学那么细 没有学那么细啊 对 我们以前在讲都随便带过去 不会那么细 我觉得真的要去走一趟 你就比较会有概念 对对对 没错 可是现在不能去玩 没错 哎 那边真的很漂亮 好我们持续跟朱叶忠 朱老师来聊 哎我们之前有听众朋友 很厉害 就是把地图打开了 哈哈哈哈 欧洲国家真的 一头拉骨啦 是 好 来 如果你从地图上去看 我们刚说的新兴欧洲 或东欧 真的是国家 好几十个 可是注意到 就MSCI 它的定义里面的 应该是说 MSCI 新兴欧洲指数里面的国家 其实只有七个 嗯 来 谁呢 俄罗斯 权重最高的 好 光一个这个部分 占了六十几% 其第二是波兰 第三土耳其 第四匈牙利 第五希腊 第六捷克 第七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 只有七个 好 那当然这个 塞浦路斯的部分已经很低 权重都很低 那个捷克的权重也都很低了 好 但是告诉你 你看哦 地图摊开来是一头拉骨 好 名字四个字五个字的一大堆 可是实际上就只有七个 嗯 以前还更少 以前还没有塞浦路斯 以前我印象中只有六个 现在是有七个国家 所以这也在告诉我们说 好 回到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的投资策略里面告诉你一堆嘛 告诉你说欧洲中部东部前苏联市场地中海 听起来好像一大堆国家 可是实际上其实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嗯 好 那当然我们刚说的是指数 它的定义是这样子 可是这场基金实际上投资了谁 来我们就看到它的配置 嗯 好 第一个就我们刚说的 它配置最多的就是在俄罗斯 对 好 所以我们刚前面是不是说去年这个区域投资非常好 所以原因就是因为俄罗斯 好 所以你看哦 俄罗斯的权重高达63% 将近三分之二 哇 没有办法俄罗斯最大嘛 好 来再来第二多的是波兰占99.4% 是不是都跟刚刚的指数是一样的 对 第三是土耳其占7.5% 好 第四是匈牙利占7% 好 再来希腊占3.3% 哎 可是现在出现 刚刚指数里面没有的哦 谁 哈萨克 哈萨克 斯洛维尼亚 乔治亚 甚至英国美国都有哦 好 所以回应到 对应到刚刚我们的指数里面 其实应该还有谁 捷克 塞浦路斯 可是就基金 这两基金他所呈现出来的资料里面 没有看到这几 这两个国家 好 所以我们也就说 指数大致上是参考 但是不可能完全一样 但是最重要的前几个国家 其实跟指数的配置 大致上是一样的 那事实上这个市场 基本上也没太多东西可以投资的 因为 没太多国家可以投资 因为 国家很多不代表他有股市 有股市不代表他重要就一定要投资 所以这是要特别去注意到的 好 大家想 哇我们今天不是要讲乌克兰 他没有在里面 对 好 那我们没有要讲哈萨克 就哈萨克在里面 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那但是这两基金没有 但是整个新线欧洲部分 但是有些基金他还是会投资到乌克兰的部分 所以这是要大家知道是这一档没有 好 来 当然看完了这个国家的配置之后呢 所以就到述你的 这个区域你要投资 基本上你就是注意俄罗斯就对了 其他的国家都太小了 比重都太低了 大概不会有什么影响 好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了解到的 来 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产业的部分 我们刚刚是不是说 这个区域最重要的产业 最重要的国家叫做俄罗斯 俄罗斯 那俄罗斯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能源 好 来我们一样 我们先从对应的指数 MCI的这个新兴欧洲指数来看 MCI新兴欧洲指数里面 权重最高的 好 我们现在在讲的资料 其实大家可以去下载基金的月报 其实里面都有 好 那我们看到就MCI指数里面 权重最高的果然就是能源 能源 高达34%多 好 那第二的是金融 这可能大家就比较想不到咯 想说 这个国家有很多重要的金融机构吗 或银行吗 好像一个都讲不出来 我是竟然知道脑袋也是一片空 我也是想不出来 其实没有 俄罗斯真的有几家大银行 在这个地区确实是最大的 好 所以呢投资这个市场 我们刚说第一个要看什么 看俄罗斯 第二个当然就是天然资源 尤其是油的部分 大概就是这个部分的市场的投资重点 好 再来到第四个就是通讯服务业 好 第五个就是一般的消费品 第六个是这个民生必需品 再来是公用事业 好 再来是工业 好 最后是健康照护 好 所以这个整个看下来之后 这是我们说的是指数的部分 可是你看到这一档基金的配置 我们刚刚说谁最多 以指数来说 能源第一 金融第二 原物料第三 但是但是但是 你看到这档基金的投资 最高的居然是金融 对耶 金融最多 而且他的金融占比拉到34%多 能源反而是第二名 只有28.9% 所以这显然就有很大的差别 那再来就是 他把通讯服务拉到第三 就指数来说通讯服务应该是 第四 但是他把他拉到第三 好 那再来材料 就是原物料的部分 他是第四 也就是说 他跟指数来说 正好一二互掉 三四互掉 但是前四大基本上还是 只是呢 他前两大的占比 非常非常的高 反而把后面都拉低了 就我们刚刚说的 指数原物料占排第三 但是高达15.7% 但是这档基金 虽然他也是有投资原物料 但是只剩8%多 所以显然的 他的偏重跟指数是差非常非常多的 好 所以这就一个问题了 我们在过去也讨论过 照着指数做基本上就是安全了 好 那是如果你不照着指数做 那你的绩效 你有比较厉害吗 好 这就是见真章的部分了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他的绩效表现 好 这档基金 去年报酬率 我们如果用原币来看 我们现在看的是欧元计价的 去年的报酬率高达30.3% 很厉害 对 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好 那如果我们对应到指数 抱歉 因为我没有找到MCI的欧元指数的绩效 我只有美元指数 所以看美元指数不准 我们就不讲美元指数 实际的绩效 因为 如果大家看的是放DJ的资料 因为他对比的指数 其实不是MCI指数 他是对比纳斯达克指数 所以看了没有用 对 这样不行 对 那这样不行 所以这提醒大家 你要看这个对比指数的话 你要看清楚 人家用的指数是MCI的指数 那你跟纳斯达克的指数去比 那就差很多很多 而且他用的还是纳斯达克的新兴市场指数 人家只有看新兴欧洲 你拿新兴市场指数来比 当然会差很多很多 好 所以你不要看 哇 这种基金怎么都厉害 去年大胜指数 因为指数负1%多 结果他还挣30% 那这么厉害 没有没有 这是完全错误的 好 所以我们如果参考了 因为我刚刚说了 我手头上没有 找不到美元指数 找不到欧元指数 所以我们用美元指数来看 去年 MCI的这个新兴欧洲 我们刚说的 10斜线40这个指数 以美元来计价的话 是13%多 好 那去年如果用欧元来看 因为去年欧元相对弱势 好 如果弱势的话 通常报酬率会更高一些 但是我相信 应该也没有到30% 哦 那你的意思是说 他很厉害了 对对对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 好 我觉得他有 好 但是 但我也看到一个很厉害 就是哈萨克 你待会也会讲一点点 是的 那很厉害哦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要进一下广告 我们直播还是持续进行的 对我想说你奇怪 你会特别挑出来乌克兰跟哈萨克 一定有道理 因为乌克兰当然现在是事件 但哈萨克 如果一两个礼拜前 但是都还在讲哈萨克的事情 那这两天突然又变成乌克兰变重点了 因为我有做一个 对对 我有整理一个表 对对对 就是要让你去看一下 其实哈萨克是比乌克兰更重要的国家 但是我们对哈萨克更陌生 不了解 不了解 而且快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所以回来之后 我们大概再讲一下今年的报酬率 然后要提醒大家标准差 就是风险很高 哦好 然后呢可以再讲一下 他持有的标的 好标的 标准差 大概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到时候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 到底你持有这样的一个东欧基金好 还是我持有俄罗斯好 OK 好 好不好 就这样两个你会怎么建议 好的 你都已经六七十%了 然后有一些阿萨布鲁的又不认识 对不对 也是 你说土耳其那个 那个 也是问题一堆 我记得以前我们那个时候的代理课本 还是苏联没有解体 对还是苏联 因为我的印象我都还记得 戈巴契夫 然后还要背后 但是我印象有哈萨克这个国家 但是没有一口来 就苏联是1991年解体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念国高中的时候 1991年是三十年前 我现在差不多 三十年前 我都不敢讲 以前我们还反共抗二 对啊 我们的学校 对三十年前到国中 我也 对 你 对啊 我是说你不是说我 他们是在直播 哈哈哈哈 都不认识 哈哈哈哈 他说是是我国中 哈哈哈哈 我错了我错了 你真的错了 我砍头我砍头我错了 你干嘛不承认啊 我以前国高中地理 那个我最好的科目就是地理 你真的吗 我还当过地理小老师啊 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处 我很会 我那个地图跟分布 你地理很好 我地理非常好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根本没有 但是有哈萨克的国家 中亚 他在中亚嘛 好厉害啊 但是我记得没有乌克兰 我以前地理历史也非常好 是不是 因为我们是我数学 我真的是 我真是对你们两个太崇拜了 我小时候大概就只有那个国文好而已 我什么都不好 我国中毕业之后地理跟律师都接近满分毕业的 哇塞 我高中年考分数非常高啊 全 当年全台南市前十名啊 我以为你是那种数理 对啊 老师你应该是很有逻辑的数理 我是全台南市前十名 那时候还分区考试 天啊 就是以前我们那很难挤进大学那时候 不是 我说国中考高中的时候 他考高中的时候 全台南市前十名 你的脑袋要中什么 比第一次元还要高非常非常多 我那时候大概几乎可以一课零分 我都可以上第一次元 国中考高中的时候 所以老师你那时候是台南一中 在台南一中 一中啊 哦哇 哇 进台南一中一定每课都强好不好 没有哦 他其实入学分数其实是不高 你可以去念医科了你啊 我很怕血 那个年代要进台南一中 你有弱点哦 我很怕血 哦真的啊 我是看到血 以前啊 现在比较没有那么怕 那你生我好吗 生我 后来因为就没有想要念医科 对啊对啊 我生物超烂的 我也是啊 以前我最痛恨的生物 最考验生物 在国中的时候是每一课都好 你这样讲 每一课都好哦 国中的时候了 高中就没有 高中就就比较爱玩了 所以大学联考就考不好 不这样算算 物理我也不喜欢 化学也不喜欢 我大学联考就是国文烂 然后三民主义也烂 所以分数才会 分数还会很低 可是我那时候数学分数 联考非常高 你看 所以每个人在 大学联考数学分数非常非常高 化学也很高 费用数学就很烂了 但是我物理也不好 所以后来念工学院我就不行 所以只能念理学院 物理也不好 物理物理物理 以前叫理化没有分啊 高中有啦 国中没有 有啦 有啦 有分啦 物理化学啊 早要分了 你太年轻了 所以没有分 我可能念D类 我不想我没有物理化学 有啦 有啦 我们都有分 有啦 所以后来就 真的 所以人家说左脑人右脑人 我觉得真的是对 真的 真的耶 像我艺术类就不行 音乐美术那种 对对对 那个都超惨的 可是那个我觉得是天分啊 应该都 那个真的是每个学期 我都大家都知道 每个学期都是老师给我60分 让我这样子 哈哈哈哈 那个我就真的不行 尤其是美术 这是我的死穴 这怎么样都不行 哎 你没有碰到好多老师 好多老师 没有 这基本上真的就还是要天分啊 这我就真的完全不行 像我两个儿子 音乐就是不行 这个鼻子我都快要崩溃了 不要再吹了 应该是你邻居会崩溃吧 你崩溃什么 也是不行 两个人轮流给我吹 没错 吼 吹 真是可怕 谁规定要吹子底的 真的是 哎 黑哦 哎 广告不是要到7分吗 没有 现在都那个 有新闻 不是到7分 只要5分就 新闻就完了 别这么短 通常医科真的我觉得蛮可怕的 以前高中 超多那种超可怕的那种 都不晓得脑袋是想什么的 我有同学念医啊 我都不晓得 他讲话都怪怪的 我都不晓得 他以后 因为他以后怎么跟病人在沟通 聪明过头了 嗯 嗯 嗯 这样吗 会再看 当然了 2点1分 可以加分啊 好 这里上来radio中央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南台科技大学财经系的教授 朱月忠朱老师 我们要赶快跟大家来讲这一档基金小百科 因为国内有很多投资人都喜欢 这个新兴东欧 新兴欧洲 那我们会跟大家来挑一档 就是受益人还不还蛮多的 那也教大家怎么去看他的指标指数 然后呢 老师还可以帮我们除错 就是那个放DJ你写错了 也不能说他错了 因为只是只是基于某些原因 他们挑了这个指标 所以这个要去注意到 那老师你要教我们怎么看他的那个那个标的对不对 他投资了这些金融或者是能源 那我们可以看到个股吗 可以可以 这一定是可以的 只是呢 基本上我们大家都不认识 不认识 俄罗斯耶 对好来我们看到 他不是英文耶 好对没有错 但是呢真的你还是要认识一下 好我们看到这档基金他所持有的公司 第一家 Gas就是瓦斯嘛 哦有有有看到这个 对不对他虽然是写GAZ 我们是写GA10号 没有错他是俄罗斯天然气公司 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公司 没有办法俄罗斯的天然气 本来就全世界数一数二多的 好所以这家公司你一定要认识 第二个这个Smartbank是俄罗斯 乃至于整个东欧最大的银行 好这是大家也要去认识的 好那第三家公司我就真的不认识了 好可是第四家 这个Eucaly我也不晓得他中文叫什么 好那他是俄罗斯最大的民营石油公司 好所以接下来这些公司 我们就不要一个人去讲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 尤其我们刚说的因为俄罗斯专场 就是在天然资源这部分 所以他的很多的天然资源相关公司 只要是俄罗斯最大 也几乎就会是全世界最大 或者是前几大 所以几家公司 尤其我们刚说天然气公司 石油公司 你大概都要去认识一下 那在其他的大概就是 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 我们要去知道的公司 大概给大家简单的提一下 这个部分就好 好那再来就是 我们刚说他去年绩效很好 可是今年就要注意到了 今年呢就我们这个 我的资料到1月25号截止 他其实已经跌了13%多了 好这就是我们刚前面一开场 就提到了油价还在持续涨 可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 导致他近期表现就非常非常的差 好但是我们刚说了 如果单以去年来看 其实他表现非常的好 所以呢投资这种市场 你就要去知道这些相关的问题了 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大家要去注意到就是 这个市场就如延续我们刚所说的 你看去年很好 今年很差 意味着他波动很大 好所以你看哦 今年才才一个月还没有过完 他的标准差是22%多 这是非常非常高的 给大家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我们一般投资都是全球新兴市场 他的标准差大概也顶多十几而已 好那他到20几以上 其实标准差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好如果遇到非常时期 譬如说金融海啸 或者是2020年的这个新冠肺炎 刚爆发那时候 标准差甚至可以标到三四十以上 所以我们在过去介绍过很多基金 很多市场不是在告诉你 你一定要投资这个东西 因为很多听众听了以后就说 哇好像还不错我们就要买 但是就我们刚提醒大家的 这个标准差这么大 你能够去承受这种高波动吗 如果我们再看到一个更实际的 以他过去五年的报处力来看 你就知道了 去年涨30%对不对 前年2020年跌大概15% 19年又涨36% 18年又跌6% 17年又涨11% 所以这种市场 这样子上下震荡 你敢不敢讲 先问一下自己 不是说我们介绍什么 你就去知道 我们这个小百科的单元 其实就是教大家去认识 对怎么看去认识商品 这其实还是最重要 不是说人家有 那很多人很多专家说好 你就一定要去买 绝对没有这回事 我来说这个油很好的 你就要吃 你就没那个状态 你吃这个油要做什么 所以这是要大家弄清楚 不是说人家说什么好 你就一定要跟进 这是提醒大家的地方 那主要是我们想要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有人问 那既然俄罗斯的比重这么高 那干脆我就买俄罗斯就好 如果我喜欢波动的 好没有错 如果这个市场真的 我也是觉得 因为虽然说我们看起来 好像他有分身到很多国家 可是这个市场 这个市场基本上以俄罗斯为首 你说俄罗斯不好的时候 其他市场会跟着好吗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波兰 土耳其 匈牙利 希腊 哈萨克 基本上都在他的旁边 很多甚至都是俄罗斯 救的他们的所谓的附庸国 那虽然救苏联瓦解的 被他们自己独立了 可是你看到现在的 这个乌克兰的事情 哈萨克的事情 甚至其他的周边的国家 谁可以完全置身事外 没有嘛 所以呢 这个市场真的 如果你愿意承担高风险的话 我会觉得 真的就跟他拼了 就是单纯就买俄罗斯算了 对 那当然在过去呢 我们会把这一块呢 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俄罗斯 另外一个就是波杰匈 波兰捷克匈牙利 好 那波杰匈跟俄罗斯的属性 是差比较多的 因为他们比较有工业的部分 因为波兰捷克匈牙利 他们其实相当沉重于 也都算是工业大国 他们比较不是靠天然资源的 可是其他的 你说像哈萨克 斯若维尼亚 乔治亚 乌克兰这些 他们是比较偏重天然资源的 所以他们受到俄罗斯的影响 更是有关系 可是问题是波兰捷克匈牙利 这三个市场的占比太低了 他对于整体基金的市场 对这档基金整体的影响 其实是有限的 虽然相当程度 是可以去分散一点风险 那我会觉得 你看嘛 就以这档基金来说 波兰9%多 匈牙利7%多 那捷克的部分基本上 别拖累就散Q你了 对 这两个国家加起来 也才16%多而已 你说能够发挥多少作用 其实是很有限的 因为俄罗斯一不好 就大概就整个拖累 还不如你回去看什么 你不要去管国家的问题 你去回去看产业的部分 就如我们刚刚说的 指数能源居多 金融少 但是这档基金是正好 金融多 这个能源少 所以呢 我会觉得 如果今天像现在能源很强的话 你倒不如是选这个区域 但是能源占比高 会比你去看国家会安全一点 好 这提供大家参考 好 了解了解 那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 怎么样来看一档 这个跟俄罗斯很接近的 这个新兴欧洲基金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点历史了 而且朱老师刚讲 他历史 地理 超好的 好 那我们就要来 我忘了差不多了 过来做当今的事情了 好 先来说句好不好 因为我们看很多新闻 就有看到说他们可能会增资源 那有人说是乌克兰尼家亲美 这普丁不爽 那我们先从历史的渊源先讲起来 好不好住隔壁邻居 是 其实乌克兰也好 哈萨克也好 乃至于我们刚说一大串的国家 早年都是被俄罗斯占领了 以前叫做苏联 苏联 苏维埃联邦 联邦 共和国 好 但是在1991年的时候 他们就瓦解 瓦解之后呢 这些国家就陆陆续续 自己独立了 可是说是独立 可是面临到一个现实的问题 我过去被你占领了好几十年 然后我又跟你土地连在一起 那甚至我都已经在讲你们的话了 因为被你统治太久了 我都讲你们的语言了 譬如说我们就看 看这个哈萨克好了 哈萨克的官方语言 其中一个就是俄罗斯语 俄语 但是哈萨克有自己哈萨克语 那乌克兰稍微好一点 乌克兰是官方语言是乌克兰语 他并没有把俄语列为他的官方语言 可是乌克兰有另外一个问题 他的主要宗教是东正教 那东正教是苏俄的这个国教 那这就一个问题 反而哈萨克在这个部分 他们的宗教主要是伊斯兰教 也就是回教 所以这就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你说这两个国家到底比较 谁比较会受俄罗斯的影响 从语言上来看好像哈萨克 但是你又从宗教来看 乌克兰 所以说穿着就是告诉你 两个国家都会受到俄罗斯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你看到今天俄罗斯的动作 为什么就针对这两个国家 因为我知道不管是语言或宗教像 你有跟我很高的重叠性 那一定会有些人是比较靠我这边的 那相对于如果其他国家的话 这种情况可能会比较少 所以像乌克兰现在也就是面临 跟哈萨克其实都一样 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就是国内有一派是亲俄的 另外一派是亲美的 那两个国家都是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变成说每隔一段时间 如果说现在亲俄的当总统 他当然就往俄罗斯靠 可是这时候美国的势力就会进来 我不允许你做这种事情 那所以这时候国内就会有一些震荡 那哈萨克也是这样 乌克兰也都是这样子 所以虽然名义上1991年之后 他们都独立建国了 可是这些年来从来没有真正平静过 永远就是两派人马在互相的这样子 争权夺利 那当然背后就是两大势力 美国跟俄罗斯 譬如说假设一分解 你现在是乌克兰的总统 你是亲美的 因为我美国就给你好处 那我是那他的敌对 他一定会有敌对的阵营 那那我当然就去找俄罗斯来支持我 那我就跟你想办法跟你对抗 那永远这些地区不是只有这样的国家 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国家 这些年来几十年来都有一样的问题 可是说实在你坐在隔壁 我也不能搬家 我讨厌你这个邻居 我也不能搬家 这是国与国之间最讨厌的问题 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 对其实我跟你讲 很多人都会觉得因为台湾的情势很像 对对对 没错没错没错 其实政治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是这样同样的语言啊 那你还是一样 你看你是亲美还是亲中啊 我刚才讲我在想 大概一定很多人就想到台湾现在跟中国 这关系也是这样子 本来就是啊大概不是笨蛋 对啊 这是必然的问题 那以前是亲中嘛 现在是亲美嘛 都看得出来嘛 一定的啊 是美国这些年来在各个国家 也就是这样子在玩啊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讲说 就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比较投资面 资源吗 就讲他们的天然资源 看他们的经济 好啊好 我觉得这次也算是资源战啊 因为我就切断你的经济命脉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讲 俄罗斯为什么会主要针对这两个国家 其他国家整个我们刚说 就属于旧苏联的国家一大堆 嗯 那你为什么不去动其他国家 你要动这两个国家 这两个国家有资源啊 对 除了我们刚说的政治上 就是有人是白就是比较亲他们的之外 另外就是资源 那你看之前中国也是要切断台湾的那个啊 对 经济啊 对 也是先从经济制才开始啊 正式的 因为这两个国家天然资源都非常丰富 嗯 那乌克兰还有重工业 哎 可是我看资料是说 那个俄罗斯他的那个不是粮食都不够吗 嗯 然后不是要靠乌克兰吗 没有吗 他因为他可能某些会 对 因为他农产品也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国家不知道 俄罗斯很多人不知道 他其实也是农业大国啊 大家只知道他天然资源很多 可是俄罗斯小麦玉米之类的东西也都非常的多啊 除非因为 这个天灾的问题 要不然基本上俄罗斯应该不至于有缺粮食的问题啊 哎 以前我们不都是念国际贸易吗 国际贸易是要国际分工哎 是要国际分工哎 对 然后互相合作哎 现在是怎样啊 可是对啊 现在就是 现在完全那个 就是从川普 就从川普开始啊 就告诉你啊 这我们不要再玩国际分工这件事情了 而且国际分工 我顾好我家 你顾好我家 天下太平的时候就很好 可是当不是天下太平的时候 嗯 你国际分工你就要出事情了 就像你看为什么这波全世界缺晶片 嗯 美国也是觉得说 反正你们可以帮我生产就好了嘛 我为什么要自己生产 嗯 而且资本收入设备投入那么高 但是现在觉得哇 不行 我还是要自己建立自己的生产线 嗯 乌克兰军事工业很厉害耶 我们要查一下资料 查一下资料 哇 吓一跳 他们很厉害 他们都真的只知道乌克兰正妹很多 哈哈哈哈 基本上东欧国家其实都差不多 很漂亮耶 不是只有乌克兰 整个东欧那些地方就是 真的就是 去俄罗斯美女一堆耶 对就整个东欧地区都一样 他们的身形我觉得是漂亮的 是 是漂亮的 他们不是那种大胸部什么 不是 是 就很修长 很修长漂亮 对 我喜欢 所以很多都都到台湾来 讨生活 对啊 是漂亮的 我去俄罗斯我还看上空秀 看起来是真的漂亮的 真的 那一代超多的啦 不只是乌克兰啦 那其他几个 像白俄罗斯啦 白俄罗斯 对对对对 对 那一代其实真的都都相当不错 嗯 哎 我怎么记得有一个 有一个医生以前唱歌的 哦 我也喜欢他 你说是那个张宏亮 张宏亮 对张宏亮他老婆之前 他是不是娶 是不是娶乌克兰吗 还是 好像就是那个附近的 然后就之前的几个月前的新闻 他老婆好像犯 患肝 对他很感人 哎 对对对 他去求那个原本已经封刀的那个医生 对啊我觉得是真爱 嗯 久很久了 对啊我觉得很好 而且他 哈 哦立陶宛 哦立陶宛 也是冬奥那一代 嗯 而且我觉得他讲的很感人 说我不能没有他 我的生命不能没有他 好我们持续跟朱老师来聊一聊 我们刚刚讲到 就说他们就住在隔壁 你又不能搬家 对不对 是的 然后就倒霉 因为你大嘛 然后他们小嘛 就要被你欺负嘛 那欺负的方式又是 要不然就政治 是要不然就是经济的制裁 嗯 是那确实哦 那大家想一个问题哦 我们刚刚说的 旧苏联的国家这么多 那他们为什么要针对这两个国家 嗯 那其实除了我们刚刚说的 因为政治上有人 本来就是比较亲俄的 嗯 那会有 当然他比较有私利点之外呢 另外就是这两家 这两个国家呢 其实他们资源非常的丰富 嗯 好我们先讲这个主要的乌克兰行 好 大家对乌克兰的概念 除了韵芬姐说的美女以外呢 好 你看广告还在不断的讨论美女的 好那我就肤浅了 我就谈美女了 好那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之外呢 其实乌克兰其实 第一个他有非常广大的森林 因为他们都是黑土 黑土其实意味就是比较肥沃 好 他一个国家的三分之二土地都是黑土 森林覆盖密集高达43% 就是一个国家一半以上都是森林 再来当然更重要就是他的各种这个矿产 他的矿产高达80几种 好那其中比较重要的包含铁矿砂 猛矿都是全世界排名前几名的 好那其他还有现在很热门的叫石墨 好那现在是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 因为石墨现在大家可以应用到 尤其是现在现代的那个像电动车啊 电池啊都要用到石墨 好甚至手机等等都用到石墨 好这这是一块那当然石油天然气 也都不用说这个国家通通都有 所以你看到他有这么多的重要的天然资源 而且他的蕴藏量都是全世界排名蛮前面的 除此之外呢 虽然乌克兰这个国家其实算是比较穷一点 因为他的人均GDP 以前年来说去年数字还没有出来 前年来说大概才3700多块美金 算是比较穷的国家 好那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国家人口数 其实有高达4000多万 大概以去年去年出的资料是4100多万 好所以人均GDP是低的 可是呢好真的不要以为穷国就是弱国 好那他们在军事科技方面 因为就苏联时期的时候刻意去培养他们的 他们可以造火箭可以造飞弹 可以造人造卫星可以造军舰 还可以造航空母舰造坦克 很抱歉这些台湾通通都不会 所以你说谁的科技比较厉害 好那你说台湾会有晶片啊 台湾科技也很厉害啊 他们有个恶灵居一天到晚要打仗 我得把自己武装弄好 我跟你讲人家的电子材料 光光学材料等等这方面人家也很厉害 所以不要不要这个小看人家这个国家 航空母舰都造得出来了 俄罗斯有好几台航空母舰都是他们造的哦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国家 而且他们的农场 我们告诉说因为他黑土嘛很肥沃 所以他有欧洲粮仓之称 所以他像小麦的部分 甜菜的部分 牧草的部分乃至于樱桃 其实他们的产量都不止非常高 而且品质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国家 厉害的 真的是很厉害嘛 你看到这这样子有这么丰富的资源 土地这么肥沃 当然 我要是大国 我要是一个恶霸 我也是欺负一个笨蛋 我干嘛欺负一个笨蛋呢 想要不但要把你吃下来嘛 你如果穷的要给我跪下去 我才不理你了 对不对 你土地再大 你再亲近我 我也不要 因为你进来之后呢 反而变成我的分母 对 分了我一大堆资源 我才不要嘛 好就比如说我们常讲 你说说北韩好了啦 嗯 北韩的状况这样子 你看到是不是 美国喊说 我要制裁你什么 讲了半天 他敢真的 会真的对北韩动物吗 嗯 连人的理都不要理 因为北韩实在太穷了 天然资源其实也很有限 跟 虽然北韩有一些天然资源 可是跟乌克兰比起来 差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今天我是俄罗斯 不管怎么样 我当然想要帮你吃下来嘛 你这块这么大 好那哈萨克 其实以人均所得来说 哈萨克其实高很多 有到9000美金了 好 但是他的人口 大概只有1900万 所以这差很多 再来就是哈萨克 哎呦 这两个国家 我们要先讲 就MCI的分类来说 嗯 哈萨克的等级比较高 是属于边境市场 哦 乌克兰是独立市场 那独立市场是 MCI这两三年才又新分出来的 因为MCI的就国家分类 就是从最上面的先进国家 第二是新兴市场 第三是边境市场 以前就这三个 好 这这两三年又多了一个叫独立市场 所以呢 乌克兰是属于独立市场 嗯 但是 它有个独立市场 对对 是比边境市场 还要再更落后的 但是哈萨克是边境市场 所以你看到 我们刚刚讲 其实是不是看到 有哈萨克没有乌克兰 对 因为哈萨克 还是比较先进一点 好 可是呢 如果以实际上的 这个物产方面来说 其实哈萨克偏重 都是在于天然资源 不像乌克兰 还有很多的农业 嗯 哈萨克的农业部分 虽然它的农业占比很高 但是实际上 它的农业方面 没有特别厉害的地方 比较厉害的 还是我们刚刚说的 那些像石油啊 天然气啊 各种矿产的部分 好 那其实是相对比较多的 好 那所以这是我们去了解到 那当然它也不是说 没有 没有这个农产品啊 好 他们最厉害的 其实就是小麦 嗯 好 那再来还有苹果 哎 我查到一个资料 很有趣哦 哈萨克被认为 是苹果的发源地 啊 哈 也就是说 全世界各国的 苹果的 这个 各种不同的这种种类呢 其实都是从 最早是从哈萨克出来 再重新再育种 好好玩哦 哎 这我也是 真的是这两天在查资料 才看到了一个 还蛮有趣的部分了 好 那再来还有 它因为刚刚说 它小麦很多嘛 连带 它的面粉 是全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嗯 好 因为这都是有相关系的 可是就农产品部分 它大概就只有这个样子而已 没有像乌克兰那么多 那天然资源的部分呢 其实还是以石油 跟天然气居多 嗯 但是它有其他很重要的东西 叫做右 嗯 它的右框 所以你看到之前 大家其实有讲 为什么 俄罗斯突然对哈萨克有兴趣 因为它的右框 是世界排名第二 嗯 那个跟那个什么 要发展电动车啊 什么的领域 又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 我们待会讨论 这就就是一个争夺资源之战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待会继续再聊 又是何能啊 不是电动车啊 何能啊 对对对 我想要电动车 嗯 稀土才是那个 嗯 哎那这样看起来的话 俄罗斯会会开战吗 普林会开战吗 目前算有节制啊 可是今天看到德国说什么 集了 又集结十万大军 对啊 现在就是 就是 炼美 川普本来就是讲错话嘛 就说先看你入侵到什么程度 我再决定不要出兵嘛 嗯 后来就被人家骂嘛 哪有看什么程度 入侵就是入侵 还有 所以后来川普 不是川普 拜登又 拜登 拜登又改口说 啊没有 只要你军队一进 一踏到乌克兰边境 你就是入侵行为 我就是要打 所以美国就不断的征兵嘛 嗯 问题是真的要打的话 美国应该打不赢俄罗斯 哎呦真的会打啊 我说如果真的要打的话 因为主要是距美国太远 嗯 那谁可以来戳呢 德国人都不戳一下吗 哎呀德国本来就比较轻 德国是比较轻恶的啊 啊 德国比较轻恶 德国比较轻恶啊 对 因为天然资源 尤其是天然气的部分 等一下可以讲一下 德国这个问题 有然后现在拜登不是说 他要协调什么南非 然后中东这些国家紧急支援 呃 一个是挪威 嗯 就天然气嘛 因为整个欧洲 大概有四成的天然气 都要靠俄罗斯嘛 那俄罗斯就用断气做威胁嘛 你说你这些欧洲 不要给我选边站 哎 可是你这是有打错 这个乌国境内所需使用 百分之九十要一进口 所以他是从哪边进口 他有从俄罗斯进口吗 还是他自己 我这个应该是网路上抓的人 哦 对啊 他们本身比较没有石油啊 哦 他们本身比较没有石油 他们主要是其他金属矿物啊 他是那个啦 天然气啊 天然气 对 天然气的部分 天然气啊 他跟俄罗斯一样 俄罗斯也是天然气 俄罗斯石油有很多啊 在叶元油还没有崛起之前 俄罗斯一直都是全世界最大产油果啊 哦 2009年以后 俄罗斯就一直是全世界最大产油果了 嗯 就你们家有买到鸡蛋吗 有啊 有啊 我们家有好几盒啊 冰箱里面还有好几盒啊 你都买 我们都买 我们都很饭 对我也是看到新闻 可是我去我们家的全年那边买 就都买得到啊 可是我们买比较多天了啦 哦 我是去都没有都没有 那我妹妹还用 可能是这一两 可是我们是前一波看到新闻在讲 我们就去了 好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 我是向云芬 在我旁边的就是南台科技大学财经系的教授 朱叶忠朱老师了 我们刚有跟大家来讲到那个乌克兰跟哈萨克啦 那个你说那个右就是右矿 就是核能啦 对右矿是核能核子武器的部分 那大家除了右矿之外 还有铅矿 铅矿 猛矿 铜矿 铁矿 甚至金矿 都是全世界前十名 好 所以说基本上这就是这两个国家 真的就是都有很多的天然资源 所以难怪这个俄罗斯会找上门啊 好那当然在这一次的这个局势里面 除了我们刚说的美国跟俄罗斯的角力之外呢 其中邻居欧洲的态度也很重要 对 对 所以呢 这时候俄罗斯呢 就开始要去威胁你这些欧洲国家 你不要给我选边站 你们就旁边看戏就好 你不要说去停 我也不指望你停我们 但是你也不要去停美国 因为呢 他有一个非常霹雳的手段就是天然气 大家知道像欧洲是冰天雪地 那冬天取暖其实就是要靠天然气 好那整个欧洲大概有40%左右的天然气 都要靠俄罗斯供应 那如果我今天把天然气给你切断 对啊听说它是一个管子 然后直接拉到欧洲 对对对 好那所以呢 这对欧洲来说当然就很怕了 因为以实际的数据来看 其实我有找到资料 以实际的数据来看 以光去年来说 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 其实从一开始最早的时候 每周大概可以32亿立方公尺 好那到年底的时候只剩26亿左右 换句话说你从32亿降到26亿 哎少很多 每周这单位是每周 更低的时候甚至降到只剩20亿 如果你32亿降到只剩20亿 表示你三分之一不攻减少三分之一的攻击 所以难怪说去年整个 整个欧洲的天然气价格 曾经一度大涨大概四到五倍 好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所以呢 欧洲这个问题当然就是很棘手了 怎么办 好还好有人及时跳出来了 第一个叫做挪威 挪威我们知道它是北欧国家 那挪威本身也是这个 这个能源大国 那很重要 挪威有一个很特别的角色 它不是欧盟国家 它又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中立的 不能说他怎么样 就是他只能说我不 我不跟你结党结派 所以我不加入欧盟 好那但是挪威是北约的国家 我们要知道北约这个机构 基本上他们是反俄的 北约组织基本上就是反俄的 所以你看挪威的角色 我们告诉他不是欧盟 但是他是北约的会员国 所以呢挪威就跳出来说 没有问题我攻你 所以我们刚说呢 俄罗斯挪威 对挪威就攻天然气 你俄罗斯减少的部分 我就补上去 那当然挪威没有那么多 但是呢我们刚刚说的 以到去年年底的数字 他每周大概 以欧洲来说 大概缺口就变成有六亿立方公尺 但是光一个挪威补五亿进来 挪威你看很厉害 而且够意识 对好那不止这样子 那在中东 中东有产油 当然一定就会有天然气 所以卡达也加进来了 卡达说我也援助你们 因为大家也知道 这个中东国家基本上都比较亲美 所以卡达也跳进来了 那不要忘了 美国这几年不是有页岩油吗 有页岩油自然也会有页岩气 可是以前为什么都没有听说 他卖页岩气出来 因为运输成本的关系 因为以前天然气便宜嘛 我运输成本 你不管运油运什么东西 其实成本基本上差不多的嘛 所以呢 以前因为国际价格低 所以美国的页岩气 基本上比较没有在外销 但是因为现在国际价格高了 所以美国的页岩气 也都运到欧洲去 而且以最新的数字 就是到现在这个月 美国运到欧洲的天然气的供应数量 已经比俄罗斯供应欧洲还要多了 哇 所以你看到这一波 比较坏的来想是美国占到很大的便宜 因为天然气变贵了嘛 好 那这么一来不就是把这个欧洲的天然气的问题 给至少先解决了 因为站在俄罗斯自己的立场 我也不敢完全不卖你嘛 因为我要赚钱啊 我如果说好 我为了政治上问题 我切断我通通不卖你 俄罗斯的经济会无法附和 所以他不敢 他只能减少 好 那再来整个欧洲当中呢 还有一个国家的角色就很特别 就是德国 对 对 德国基本上是比较亲俄的 就是整个欧洲国家来说 他是比较亲俄的 另外一个就是法国 那法国跟德国基本上是比较亲俄的 跟美国比较没有那么麻吉 那尤其德国更是其中 更更是其中之最 那为什么呢 因为德国的天然气更依赖 更依赖俄罗斯 他以前呢 他有甚至有 我们刚刚说嘛 俄罗斯拉这个油管气管直接到欧洲 甚至有直接就拉到德国的 以前有一条叫北溪一号 是专门拉天然气的 就是直接从俄罗斯一路拉到德国 那后来呢 因为一条管子不够 我又拉了第二条叫北溪二号 好 这个北溪二号 其实到去年九月已经完全完工了 2015年动工到去年九月完工了 结果美国说 不准启动 哎 这关美国什么事 对啊 我拉好了 你还管什么 我又没叫你出钱 也不在你的境内 凭什么你说不准动就不准动 哎 可是美国就真的威胁德国 那德国真的就乖乖听话 啊 建好了花那么多钱 建的第二条天然气管 结果就不准动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动 那 那德国就很尴尬了 因为德国也是怕得罪美国嘛 因为他说 因为美国的理由就是 我一旦这台天然气管再通了 那你对俄罗斯依赖就会更大 嗯 讲来一天也就像毒瘾 越越陷越深 那所以呢 德国 卡在这个节骨眼上 他们也不太敢说 太明显说 我就是要挺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 这条管线就暂时就不动了 那这时候 俄罗斯就又更尴尬了 我本来想说 整个欧洲里面 至少还有一个德国 是比较靠我这边 就德国被美国威胁 他也不敢动了 那俄罗斯 减少那么多的 这个供气给欧洲 那多出来的卖给谁 嗯 那大家就卖给中国了 好 所以呢 哎哟 俄罗斯本来有一条天然气管线 叫做西伯利亚力量一号 嗯 是通到北京的 好 那问题是那条 那条管线 你如果看那个地图很有趣 因为呢 有一个中间有个国家叫做 蒙古 蒙古人民共和国 可是呢 他就是为了 不经过蒙古人民共和国 所以那条管线是 绕上去再绕下来 那是很阔的啦 好 不合嘛 好 所以呢 他们现在就是终于跟蒙古讲好了 我们现在在拉第二条叫西伯利亚二号要直接拉到上海哦 你看多厉害 哇好厉害啊 直接大概从离海那边一路拉到上海 可是这时候就是要拉直线就从蒙古过去 好 蒙古呢 那当然就说好可以啦 我们就让你路过吧 可是呢 当然没有那么好心嘛 两件事情 第一个 你的天然气从我这边过去 嗯 我要凑一点 嗯 好 第二个我要收过路费 嗯 哎 光一个过路费 一年要收十亿美金以上 所以呢 你看到这个 俄罗斯这一波呢 他就是 真的是不晓得该怎么办了 但是已经到这边 基本上有面子的问题 有理直的问题 对 那你说接下来 他到底还要动乌克兰 而且抢资源 抢粮食 这些都各国必争之地 我们大约讨论还有武器 我们先休息一下 大约分享 我们在讲完原物料之后啦 如果有时间就留一段开coin 总是要留一段 再一段整理 好我们再讲一段好了啦 所以刚刚那一段 其实还我觉得俄罗斯 真的现在也是 很贴菜 有点起虎难下了 所以觉得 因为他万万没想到 那现在就是 就是欧洲的态度 跟中国的态度很重要的 嗯 那欧洲显然不可能去挺 挺俄罗斯 然后德国也被威胁的 不敢挺俄罗斯 那就剩中国 嗯 那中国显然会去挺俄罗斯的 一定会啊 对吧 可是中国很有可能就会 趁火打劫啦 嗯 可是他们怕说 大家都出兵了 然后中国也出兵了 他就靠近太平洋 靠近太平洋就靠近我们了 我会觉得中国出兵的可能 因为那叫印太 什么叫 印度太平洋什么区域的嘛 问题是我觉得中国出兵的可能性比较低啊 真的啊 可能摇旗呐喊一下 帮忙喊个加油有可能 真的要中国出兵 会不会啊 我们要不要打仗啊 哈 目前 大家其实都很有节制啦 叫昨天最新的新闻嘛 是不是 就是俄罗斯有宣布要暂时先不动 是哦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的新闻 他有说暂时就是在边界嘛 他们不会还没有要不敢进去嘛 嗯 所以以后你看啊 如果大家各国各自为政 对不对 又回到了主产对不对 然后他我有什么我就卖高高的给你 我也没有什么合作 嗯 对不对 我有关税 我有怎样 没办法 对因为我看这一篇 就是香港那个凤凰新闻 嗯 他们写的整个分析报告 还蛮详尽的 嗯 就很全面性的去看 整个文章非常的长 嗯 然后有很多图表 很多数据资料 觉得花了点时间研究了一下 哇塞 你要给他加笔记啊 没有啦 就只是把他可以稍微再整理一下 因为他原本热热等啊 哦 非常长的一篇报导啊 我只是稍微再把整理一下 嗯 所以那会有习大大的那个吗 我觉得他们应该 角色没有 因为他们今年自己有内部政治问题 好我们持续跟朱老师来聊一聊了 我还是希望说 待会能够留一点时间开放call in 所以我们是不是跟大家来整理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这个普丁现在起火南下了 是没有错 那后来会 未来可能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呢 好那现在对俄罗斯来说 他现在就是面子跟理智两个问题了 好那面子就是我一开始就是 这么大张旗鼓的说 说我乌克兰基本上就是需要我嘛 所以我只是去帮助他们嘛 好 然后但是呢 最新的消息 今天凌晨最新的消息 就是说 哎他暂时就是节制在 在边境 我也军队不敢拉进去 因为现在拜登已经说了嘛 你只要敢军队拉进去 你就是侵略 我就是要开始要动武了嘛 好所以俄罗斯也不敢直接去做 好那所以呢 俄罗斯啊 这个普丁也很聪明的 回过来说 哎呀你美国太紧张了 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说 说要打要怎么样啊 你们怎么反而紧张兮兮 好像我们真的要打仗 我们没有啊 俄罗斯都一直现在这样讲 因为这是面子问题嘛 好那理智问题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你摆明 因为从数据上可以看到 你真的在修理欧洲了 你在威胁欧洲了 所以你把天然气的这个供应量 大幅的下压 好那结果呢 你自己没有赚到便宜嘛 因为你下压 你要用这个去威胁欧洲 但是理智里面 你少赚很多钱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刚前一段期待说 他现在想到说 那我卖中国好了 好可是问题是 他们现在要新拉的那条管线 不是只是在计划 只是刚讲好要建 可是真的什么时候可以建好 那你不知道是几年后的事情吗 那眼前 对于俄罗斯来说 很重要当然就是中国的帮助 好因为欧洲的部分看来是不可能去靠他 那中国当然就是从以前就都是俄罗斯的麻吉 所以中国当然很有可能会帮助 是会帮到什么程度 有的时候会不会如果真的打起来 中国也出兵呢 我觉得不可能 我个人 但我不是军事专家 不是政治专家 只是我从一个 有一个观点来看 就是中国今年下半年 他们的二十大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的选举 好牵扯到这个习近平要选总书记 大家知道哦 之前大家说习近平不是要准备要当万年的主席吗 大家其实搞错一件事情 那个叫国家主席 现在要选的叫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 是政治的职位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是以党领政 所以他真正大的是党的职位 不是国家职位 是总书记大 对总书记比较大 大家注意到 中国历来的国家主席跟总书记 现在这几年是 这几届都是同一个人 可是早年其实是两个人 不同的人的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历史 或者是我们去看到 中国的那些省啊 或者是市啊 你会发现省长都比省书记小 市长都比市的总书记小 比如说你上海市市长 还是归上海总是总书记管 所以对书记是比较大的 因为他们是赢党领政 所以我们说的习近平要当万年的主席 那是中国的国家主席 他已经可以无限连任 可是党的部分其实还没有 所以关键就是今年下半年的 第二十届的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的选举 那当然目前看起来 当然习近平是可以 一定是可以继续连任的嘛 可是大家也知道 从去年来中国发生很多事情 其实很多事情表面上看起来都是经济问题 可是背后其实都是政治角力 尤其大家对中国熟悉的话 最大的敌人就是江派 就是江泽民这边 还是三不五十 就是要把你习近平就是搞一下 好所以对习近平来说 他还是很担心这个部分 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 他自己国内已经有这么多问题的情况之下 你还要在国外去跟人家打仗吗 这是一个大问题 而且你今天如果我们当然是比较不好的比喻 如果你今天要打的是台湾 我可能觉得中国国内的民众可能还会比较支持一点 你去帮俄罗斯去打乌克兰 你是中国的民众你会赞同吗 对就是关我什么事 我帮你摇旗那喊一下也就够了 你还要我出兵去帮你打仗 这就说不过去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当年韩战 对不对 也是为了你这个北韩朝鲜 结果怎么样 毛泽东自己的亲生儿子都陪在战场上死掉了 那有这种教训在 那你觉得当年韩战其实表面上 好像中国北韩赢了 可是是产生啊付出很大的代价 那你现在还去帮人家打仗 你中国有什么好处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那现在看到有一些那个原物量啊 什么这些商品的涨 那跟这个开不开战有没有关联性 关联性大多了 所以你看那有报道 标题就写俄罗斯若出兵 能源粮食飙涨 通膨要剩一倍 我觉得真的是有可能 如果真的涨起来 现在有很多的国际投资机构 油价至少是150到200美金 如果真的开战的话 绝对是150到200美金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可能 因为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整个石油天然气的供应 这些能源价格 一定能源供给一定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一定就会受到 一定就会有这些价格 尤其是我们刚刚说的 因为乌克兰他们所处的位置 虽然乌克兰本身并不是一个石油天然气 但是有很多的管线是要从他那边过去的 以前乌克兰基本上大致上 跟俄罗斯是蛮轻的 所以有很多管线从那边过去 基本上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一旦那边开战 供应上会出问题 所以说这是我们要去了解到的 那再来还有就是 我们刚刚说粮食 乌克兰哈萨克 他们都是粮食大国 如果一旦发生战争 尤其我们刚刚说的像小麦 这一类东西 其实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所以大家只指最大问题其实大概 粮食类就是小麦 再来就是还有玉米 基本上都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 那当然我们说的黄小玉 就是基本上这三个里面 有两个受到影响 你说这问题大不大 大很大 所以说这是我们最不想看见的问题 那现在双方当然也都是 都是在节制 因为没有人想要看到战争的爆发 但是我会觉得说最怕就擦枪走火 虽然虽然是有节制归节制 可是你看像两三年前是印度跟中国 也是边界的问题 是不是那时候大家也是怕擦枪走火 最后就是我不要动枪 结果拿石头 那会不会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 现在这一次呢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因为毕竟中国印度跟俄罗斯乌克兰 那又是完全两回事 而且乌克兰其实也有相当程度的军事实力 所以这个俄罗斯其实不太敢去旺东 好好好 我们留一段时间让大家call in了 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告个段落 待会我们就来接call in电话 02-2509-9933 对待会我们就去체적 Vice President 我也在订阅中说 好飞 eu好 好大火 ke 你 amat powiedział